多伦多地区已经到深秋了 春天搬到户外晒太阳的花花草草都要搬回室内了 这些花花草草从春天搬出去一直到现在 好几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免不了会有一些虫子 或者说是虫卵在他们的花朵、叶子以及栽花的土里头 我们搬回家之前要做一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年都给它们换盆 所以在搬回家之前我们应该处理一下这些花 我家刚好有两盆大花惠兰要搬回家就拿它们做栗子吧 首先把这些枯黄的叶子要修剪一下 好像像这种 头上这个就把它修剪一下 这个叶子虽然黄了 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可能它会有恢复的机会 就还留一下 好像里头这根叶子 这个明显一看它就不可能恢复了 所以就把它剪到底 如果是有开完的花也需要剪掉 那么如何进行杀虫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两款药 这一款是我到店里的时候问他们的 店员告诉我这款在家里用起来是比较安全的 你看它上面写的ready to use 就是它已经其实是配好的 拿回家直接用就行了 这个可以用在室内 但是当然也是尽量少用 你可以在室外把花盆以及种花的那些土的表面都喷一遍 第二天观察一下 如果差不多了就可以拿回家了 这一款的毒性比较小 药效也比较温和一些 当然药效比较温和的意思 也就是对有一些比较顽固的虫子 还是不怎么起作用的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款 这一款号称是绿色的 这个我是在Lowe's买的 当然它不是摆在外头 如果你要买的话需要问一下店员 它们锁在一个很特别的柜子里头 你需要它们才会专门给你拿出来 因为是浓缩的 所以用的时候需要兑水 它的盒子外头有一些说明 但是这些说明主要集中在说它有什么作用 并没有仔细解说应该怎么用 但是它在盒子的里头有一张说明书 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你 在室内以及室外都是怎么用的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在室内的不同的用法 这个是室外的浓度比 所以你用的时候一定看清楚了 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屏幕 我把在哪里可以买到写在这个屏幕的上方了 加拿大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 其他地方的朋友你要到当地的花圃 或者相关的商店问一下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盒子里头有一瓶这样的药 另外盒子里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凉杯 我们按照空间的配比来配 空间配比正常情况下是25毫升可以配500毫升的水 因为我们没有很大的夹克虫之类的 只有小小的虫子 所以我们就决定少用一点 用20毫升来配500毫升的水 虽然这些化学药品号称对人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害处的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少用一点比较好 我用了一个喷雾的瓶子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500毫升的水里头 我们加入20毫升的沙虫药 然后把它拧紧 你这个要拧紧 然后使劲的晃一晃 因为你拧紧了 这样它就不会渗透出来 记住一定要戴手套 一定一定 我这个大花卉兰大家刚才看见是种在套盆里头 把它从套盆里头拿出来 就在这个瓦盆的外头 喷上这个杀虫剂 然后这些基质的表面也都要喷上这个杀虫剂 如果你种的是其他的花 用的是花盆土 那么在花盆土的表面也是同样 要喷上这个杀虫剂 一定都要喷到 如果你的花和叶子上都有虫 我会建议你把它们剪下来 尽量不要喷太多了 当然如果你的叶子上 实在是长了太多虫的话 那么还是要喷在叶子上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长那么多虫 这颗花可能我就不要了 我不会喜欢把这样子的花搬回到家里去的 当然这个完全是个人选择 这个是大花卉兰的外头的套盆 你看一下它很脏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冲洗干净 就用一般的清水就可以了 冲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就把里头也喷上这个杀虫药 虽然理论上讲这个药是可以在户内用的 但是通常情况下 喷完了以后 我还是会把它们放在车库 放两天以上 然后我会把这些花的叶子上的浮灰冲洗干净 再把花盆的外部用清水冲洗一遍 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搬回家了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